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收听我们的联播频道关心全台湾的大小事 云林县深心灵健康关怀协会 自107年起成立良心庇护农场 照顾生残者投入6级的农业 为了照顾更多的生残者 协会今年7月又在谷坑成立了良心小作所 并于日前办理接牌的仪式 地方院长韩国瑜、县长张立善和立委张家俊 也都出席祝福 众人一起拉红尘象征良心小作所接牌开始营运 良心庇护农场于107年成立 是云嘉南第一个以食农教育为主的生残庇护单位 为了照顾更多的生残者 他们在谷坑在新社社区型小作所 23号举行接牌仪式 云林县长张立善说明 云林县内有5万位身心障碍朋友 良心小作所是县内第13间小作所 他除了肯定也大力支持 另外立法院长韩国瑜及立委张家俊也出席送上祝福 同时炮砖引玉限定中修礼盒用行动来支持 他把三年多前我拜访一个身心障碍者 他讲的以后插的眼泪都掉下来 他是两只腿啊 身心障碍都不良于行 他说 我不要同情 我要一个公平的竞争 所以今天陈理事长推动 以及胡理事长推动这些 让我们身心障碍者 有一个自己聚集的地方 有一个发挥的机会 结合本地的农作物推销出更好的产品 这是了不起的 更重要他们会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可以把他们的产品来推销出去 透过这个小作所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呢 在这里可以学习很多的记忆 那也可以让我们很多农特产品 透过加工透过行销以后 让我们这些小作所的朋友呢 都能够自力更生 自力自强 那也能够让他们家庭更加的安和热利 那也让这个社会更加的进步 那他是用训练代替照顾 然后用鼓励来代替同情 这样子的精神 让我们身心障碍者 能够找到自信 找到尊严 那我们也希望中秋佳节快到了 大家可以多多订购他们的产品 来支持他们 良心小作所表示 他们成立的初衷最主要是想让更多 生障者有学习自力的机会 云林县社会处长林文志说明 小作所是社区型的单位 能让生障者白天出门工作 晚上回到家中 目的是要让他们不必离家 又可以融入社区 同时受适当照顾也有尊严 每一个新生障碍者是日子来的 我们这里的一天照顾 这场训练 晚上的时候 可以到家庭 含出来的人 可以一起做会 反而可以在家庭和社区的温暖 经营庇物工厂的时候有发生说 有许多生性障碍者 还没有到达我们能够进入庇物工厂的标准 那我们成立小作所的初衷 当然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也希望给生性障碍者有一个 可以转型到庇物工厂的机会 经过训练学习 然后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得更好 良心小作所表示 他们现在正在招生 欢迎有议院参加的生障朋友报名参加 就在汪轩云县采访报道